今天授课的内容是 句把问题之语态误用 语态是表示主语和动词之间语义关系的动词形式 英语态分为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 主动语态强调事件的实施者 动作的执行者 被动语态强调动作的承受者 或者动作本身 被动语态在科技英语中使用的比较频繁 是因为科技文本是客观的、正式的 强调事件和事实 但是科技英语中不应过量使用被动语态 这会使文章生硬、刻板 被动语态用来着重突出事件结果 而不是其起因、缘由 如下面的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的重点是卫星 而第二个句子的重点是伽利略 同一事件用被动和主动语态传达出不同的语意效果 被动语态突出事件结果 主动语态突出事件发起者 再如下面的两个句子 在这种情况下 作者想要强调的是 研究项目被批准了 这个信息更为重要 比批准实施该研究项目的单位重要 因此使用被动语态表述要妥当 使用被动语态表明事件发起原由 可能是人或物 不那么重要 不必提及 或者不确定 不知道其起源 比如下面的两个句子 aluminium was first produced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colony was abandoned in the 1630s 第一句 铝最早生产于19世纪 是谁生产的 哪国生产的 这不是重要信息或关注的问题 因此使用被动语态 而不必提及生产者或生产地 第二句 该殖民地弃至于17世纪30年代 为什么放弃该殖民地原因未知 使用被动语态强调事件 而不追究事件的源头 在被动句中 要表述动作的发起者 可以使用by短语 比如要表述 各类科学家要分析数据 都需要有统计学知识 突出强调 需要统计学知识 就可使用被动语态 用by短语表述 需要的发起者 各类科学家 那么这句话就可表述为 A knowledge of statistics is required by every type of scientist for the analysis of data 在科技文中 使用被动语态 突出事件不受个人影响 具有客观性 如 the results were checked and several errors were found 而不表述为 I checked the results and found several errors 被动句更客观地描述了 研究程序 核查结果 找出错误 使用被动语态 表示规则 或普遍原理 如 All matter is made up of atoms 这句意思是 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 使用被动语态 描述过程 如 During a chill heat is being generated and stored in the body at the same time 在发冷过程中 人体内同时产生 并储存热量 使用被动语态 描述一项研究 如 At that time it was found that an electric current can produce the heating effect 这句话的意思是 当时人们发现 电流能产生热效应 被动语态 连同情态动词 should must 用来表示指令 警告和通知 如 Full use must be made of the computers available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 现有的计算机 使用被动语态 使句子主语部分 变得简短 考虑到了句子结构的平衡 如 Volcanic pipes are subterranean geological structures formed by the violent supersonic eruption of the deep origin volcanoes 该句话说明了火山管的形成 Volcanic pipes 作为句子的主语 比较简短 句子进而描述火山管 是地下地质结构 是深圆火山 在猛烈超音速喷发中形成的 动作的发起者 用by短语表述 这个部分比较长 放在句尾合适 使用被动语态 可以把某个词语 放在特定的位置上 形成连贯的上下文 如 Volcanic pipes are composed of a deep narrow corn Solidified magma fuels the corn 第一句讲火山管 是由深而窄的锥体构成的 第二句讲 凝固了的岩浆填满了锥体 可以把第二句话修改一下 使用被动语态 把the corn作为句子主语 这样两个句子衔接更好 更顺畅 修改如下 the corn is usually filled with solidified magma 有一些动语 有一些动词没有被动语态形式 需要使用这些词语的主动形式 如不及物动词短语 take place 具有被动含义的动词短语 consist of result from arise from act as serve as function as behave as 等 具有被动含义的动兵结构的短语 find use or application 和表示状态 特性的集物动词 have afford resemble them 举例如下 this device consists of five parts 这台设备是由五部分构成的 computers have found wide applications in every field 计算机已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 使用主动语态 突出动作的发起者 动作的发起者很重要 some authors have considered the case when the source node does not collaborate in the second step or when the destination node cannot receive in the first step 此句表明了一些研究人员目前为止的研究情况 他们考虑了第二步中原节点不协作 或第一步中目标节点无法接收的情况 该句使用主动语态比使用被动语态好 论文的文献中述 旨在描述该研究领域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做出这些贡献的研究人员十分重要 他们的工作推动了领域的发展 该句就突出了研究人员 主语简短 他们研究的问题比较长 放在句子的后面 主动句表述清除简洁 因此论文中主动被动语态的选择 还取决于篇章的各部分 每个部分有不同的目标和要点 由此选择不同的语态 又如 这个 comparison of recycling standards in the EU, Australia and the US demonstrates that a country's recycling performance can change significantly depending on which standard is applied in this comparison of recycling standards in the EU, Australia and the US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回收标准的比较 反映出了国家回收成效受到采用标准的极大影响 如果要强调你的研究成果和贡献 可以选用主动语台 突出你所做的研究 在上面的例子中 主动语台效果更好 更直接清晰和简洁 明确提出了作者的研究贡献 而被动语台显得啰嗦复杂 总之 科技文中使用主动和被动两种语台 至于选择哪一个语台 只要考虑在文章不同部分 某个具体句子中要强调说明的对象 通常均衡的使用两个语台 过度使用被动语台 会使文章显得过于正式拘谨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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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